我們的定義 我們在文字上定義把它變成綠 是因為人設了一個法在那邊 所以變成綠 可是你不講這個綠的時候 什麼音都有啊 各種音都有 這就好像你剛剛在講到的五色 五色講的是光的波長 如果要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 我們用科學概念來看 自然的科學概念來看 這個波長 那也是從可見光一直到X-ray到 那個非常廣 那非常廣 所以人對自然界的感應 人對自然界的感應裡面 讓人覺得最容易表達感受的 有一群所謂藝術創作者 一路承襲下來的 就產生了剛剛講的音律學 或者是色彩學 那音律學色彩學 基本上的原理 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它是什麼人的感光 一個是用耳朵 一個是用眼睛 這主要的這兩個工具 這兩個自然工具去感受它 所以音律學就產生了 我們一定的間隙的波長 組成的東西 我們聽起來好像覺得 嗯 不錯聽了 它感覺很舒服 療癒 對 就具有療癒的效果 療癒的效果是很寬廣 譬如說 憤怒的發洩 或者快樂的提升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走到最後 涼紅 呵呵呵 都有可能 對不對 顏色也是一樣 顏色的搭配 顏色的搭配 哎呀這張灰 那張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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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種所謂配色的愉快不愉快 如果我們把它放到更進一步的心理分析的時候 它其實或多或多的帶有過去的生命經驗 那過去的生命經驗 有的人會察覺 有的人不會察覺 OK 那不會察覺的就變成 我們在講的就是教育裡面而來的 所以教育裡面而來的 它如果不是從它本身 發出的自然感受去接觸的 它很快就變成教條 就變成我們所謂的匠 就是說 嗯 它學到了一套戲 這個音樂就只能夠有這樣的節奏 這樣子的什麼 你去唱音樂課你就聽過很多 對不對 各種調 各種那個 然後這個 那其實那個工具反過來 來教人的時候 學習快的學生很快 掌握那個 他就能夠創作音樂 他可以創作音樂 他創作音樂 也是隨著他的生活經驗去創作 所以在我們的傳統教育裡面就是 你要做什麼事業 你應該一心一意的去做 那所以你如果學這個音樂學 你就要全心全意的在那邊感受在那個 怎麼樣讓你的生活跟這個東西合在一起 所以你會發現有的人就是很厲害啊 能夠不斷的出產音樂產品 對不對 畫家也是一樣 能夠不斷的產生畫作 那他們對那個 他們使用的工具材料非常敏銳啊 那 不去察覺自己本身內含的 自己這個天賦能力的人 他就會變成將 然後他變成完全按照規範來 可是如果能夠察覺自己本身能力的人 他會從那邊突破 他會去感受到 新的過去沒有人用的方式去表達 去處理 所以音樂為什麼一個世代一個世代會變 對不對 一個世代就這種音樂也有 所以回到你昨天提到的那個 那對不起那是超出我的認知 因為我自己不是這樣傳 我不是這個被歸類為藝術人物 OK 我不是 所以我對你講的音律學 色彩學這些東西 我的認知是非常有限的 我也沒有投入在這裡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去評斷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 可是我可以去感覺到 他們的某些畫或某些東西 用很單純的方式去看 去感覺 那種感覺其實是跟我 至少對我來講是過去的生活經驗 對啊 但是我的問題是想說 何謂就是藝術跟工藝 那這兩個就一定有它的分野 對啊 那藝術對人是怎麼樣的角度去看 對工藝又是怎麼樣的角度 工藝是簡單的說就是 可以改變人的生活或是什麼東西 那就叫工藝 那例如湯匙的花明 筷子的花明 那我認為那就是工藝 對 但是藝術這是不一樣 是心靈的東西 所以我就是講 我在談的就是講 從我們從 道的這個角度 有沒有什麼藝術跟工藝之間的狀況 我告訴你 等一下 人人都在道內 對 每一個人都很自然的會看到 我對這個 這個讓我覺得很舒服 看起來就是很好看 每一個人都會 你總有你喜歡的東西 那個是跟你的本性跟你對應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 像那些藝術家或藝術老師 去說明為什麼會喜歡他 原因就是我們剛剛在談的 過去的 能夠 對語言文字的應用非常靈透的人 然後 他把他的感受 很清楚的表達出來 一般人聽得懂 你沒有學過那一套 你就不知道去 怎麼樣去表達 對那個東西的感受 OK 所以我本來就是認為 我個人就認為 這個東西就跟另外一個感覺是很像 舌頭 你吃東西酸甜苦辣 每個人都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呢 在烹飪比賽是很困難的 烹飪比賽 對不起 有人喜歡吃辣的 有的人喜歡吃甜的 當辣的跟甜的 在同時在場面上的時候 不同老師的評比結果 會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 就有偏好 就有偏好 因為你個人的感受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 那我就公平一點吧 因為 烹飪這個東西 我們曾經講過 烹飪 你一開始 把它要變成一個人類社會當中 有某種價值含義的時候 你就要把很多元素放進來了 那你就開始 不是只有嘴吃好 也不是只有肚子吃飽好 所以我們也要能夠享受 那個色彩顏色要考慮 這個食物要怎麼樣擺配 變成一個藝術品 吃了以後 好像覺得我吃了一個什麼美妙的東西 你就把這些其他的元素放進來 放進來了以後 它進入了那個系統當中的規範了以後 你就可以評比了 就開始可以評比了 你可以把酸甜苦辣的比分下降 然後就把外在的東西擺進來了 你的盤子用的跟你的食譜擺的樣子 兩個搭不搭 對不對 然後你的刀工 刀工好 這個是可以訓練的對不對 所以 一講到剛剛講的那個 所謂價值含義 那都是人為的 都是人為的 炒作的 對 都是炒作的 都是對我來講 全部都是炒作出來的 所以你其實只要回到你自己本心 這好吃嗎 好吃 那就是好吃 對啊 那我問你 莫奈莉莎的話說 在那個世紀到現在 為什麼大家還是認為想像是不錯的 那就是因為在那個系統裡面的一群人 他每一個世代都有人能夠講出不同的故事 OK 而且那個講的好像那麼有一回事 對不對 有人說摩奈莉莎那個微笑很神秘 OK 然後那個表達方法 那個畫作的表達方法 手筆 有的人說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摩奈莉莎 你去看他的眼睛 從東邊看他也看你 從西邊看他也看你 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去解釋這個畫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解釋他 對不對 而且解釋的人也都是在他們那個世代裡面被認為是專家 所以人捧人人就上去了 那我就又又又講 那一天你不是在談什麼米粒裡面刻微雕嗎 對啊 那微雕那個算藝術還是公義呢 我告訴你 那個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叫做自選奇跡 什麼意思 自選奇跡的這句話就是什麼 扣到那些年輕 別人都看不出來 他自己客送 自選奇跡 他自己客送 你相信他們 一般的你如果沒有畢業過 那你叫做顧方市長 沒有 沒有 他自選奇跡的意思就是 我做你們看不出來 我有這個能力 對不對 我能夠專心一致到 我可以動用我一根肌肉纖維去刻它 因為用三根肌肉纖維它就刻奔了 OK 我可以這樣子自我控制到這種地步 我在這個地方可以刻到這只有 幾百個字只有在那個小小的米上面 我就可以刻出來 你有看嗎 你沒有看 你也沒有看 他不是自選奇跡嗎 我自己客送而已 對吧 可是如果來了另外一個同樣修到的人 那就不一樣了 唉唷 夭壽死小孩 你刻在那裡很清楚 你怎麼看有 我有連 喔 我們兩個都有連 來來來來 兩個就在同門之中 唉唷 你那個港府怎麼連 對不對 所以有共同感受的人才會成為門一臺 才會進入同一個道理 同一個城市 所以 中國還有一句話 道不同不相為長 因為每一個道理去修練都幾乎用一生一世的力量 你走到那邊,你走的就是那條路,他走的是這一道路 藝術是藝術,科學是科學 然後有些跨黨派的,藝術跟科學把它結合在一起 搞AI不就是這樣嗎?科學跟藝術想辦法把它搞在一起 有錢人買藝術嘛,藝術要去採護 沒錯,對不對?所以你看那個Nike,我們講Nike那個符號就好 那你要驚嘆他有什麼奇怪,驚嘆高一下他還要漂亮 那個畫家已經